大家好,歡迎來到我 Brian 的個人頻道 今天會跟大家分享一個 rumor 的消息 事緣早一兩天,Nikon rumor 出了一個消息 關於 D6 的一些詳細資料 因為之前Nikon 只是在開發 D6 而已 沒什麼料的,只有一張照片 但是這次就在 rumor 出了一些消息 雖然 rumor 的消息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根據 Nikon 近兩年的往績來說 其實 rumor 的消息很多都是挺真實的 尤其是這次的消息 包括它的推出或公佈的日期 明年 2020 年 2 月 12 日 根據往績有這些日期的出現 那些消息大部分都很真實的 所以這次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順手當然講一下我的看法 資料都算很多 第一項最為人關心的當然就是 這次這部 D6 內置了防震系統 它聲稱會是 比起現在的設備已經為一個改進 第二點,這部電腦均有更多的自製功能 這件事情為更 plu 這遊戲會更適合不同用家的需要 所佔的更多設備 第三點會有一群使用�應用 第四点就说明这部 D6 并非一部 DSLR 和 mirrorless 的双系统机装 而 exactly 是一部数码单反 只不过加上一些模反的功能 其实过去也是这样 当你的反光镜打开 然后用了 live view 的时候 根本就等于一部模反 这句话可能就是 让大家死心就不要想着 同一部机好 用到 Z-mount 又同时用不到 F-mount 这样 感光元件有2400万像素 以及支援 4K 60P 的拍片功能 之后就有强化了 Dilemon Range 以及强化了对焦性能 不过对焦点应该似乎保留和 D5 是一样 视频方面支援了 wall 格式拍摄 但资料来源就说 未知究竟是要外置一个录影机的录音 还是可以在机身中录下 手动曝光时间最长可以设置上 120 秒 另外机身会内置雙 CF Express 卡组 至于光级固境窗方面 当然是100% 放大率大概是 0.76-0.78x 左右 另外还有新的商处理器 来自 Wi-Fi 还有 Touch Screen 有 320 万点 最后还有加强了静音模式 在这些传闻的特点当中 我认真说 其实当中我自己觉得很多 都是一些 预计了理所当然的事 反而有点位置我自己失望的 例如它拍片只有 4K 60fps 其实如果你说 去到明年出的一部定级机 仍然只有 4K 60fps 而不再强多一点的话 它又很快会被人比下去 因为 4K 60fps 认真说 我相信明年出的 可能中级的机种 都可能开始有了 甚至乎会再强多一点的 拍片功能都不奇怪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市面上买到的 一些不太贵的机种 其实都已经开始有了 另外它很highlight 这部机器 并不是一部hybrid 的机种 不多不少 要告诉大家 不要指望这部机器 可以使用到 Z-mount 镜 说真的 如果使用Live View 使用F-mount 镜头 我相信 对焦效果 未必可以使用Z6、Z7 使用Z-mount 镜头 甚至乎 迟多一点再推出的 新机种可能会更加强点 就是我说模范 但是 D6 镜头 如果仍然要用F-mount 镜头 使用F-mount 镜头 使用F-mount 镜头 使用Live View 我觉得性能上 还是差一点 但是我相信拍片是足够的 但如果要追焦连拍 我相信在这部机器上 大家也要认识Live View 才可以去到最尽 我自己比较注意 当中两三行 首先第一行 就是说 它会用了一颗 2400万像素的感觉 认真说 过去一直以来 这些比较高速的 顶级旗舰机 它的感光力强一点 连拍速度高一点 但是它们通常都是 用一颗 解像力比起当时 主流的一些机种 低一点的感觉 但是这次 如果它说 上到2400万像素的话 那它也 真是追得回 一般其他 大部分机种的解像度 虽然 其实做传媒 各方面 我相信 2400万像素 是非常非常非常够用的 因为 说出报纸 就算全版 可能 1000万像素 已经续续有余了 现在它有2400万像素 起码叫做 不要让一般 不是太懂事的人 去救病 为什麽 解像度还低了 还有 也是正常的 你慢慢爬上来 1200万 1600万 2000万 然后上到2400万 因为随着科技的提升 另外 它的大规则也有改善 这一个 我觉得也挺重要的 因为过去 如果你说 去到这些 定级高速的机种 其实 形成说 影像质素 真的未必 比得上一些 中上街的 可能便宜 1万元 2万多元的机种 因为过去 譬如Nikon自己 D8多几 系列的机种 其实大规则 一向是比D4 D5 大规则高 但这次D6 如果真的有改善 我反而觉得 它更加可以吸引到 一些 比较高要求的朋友 去升级 因为有时候 我所谓高要求 可能我比较 会希望全面一点 连性能 都会提升的 有些高要求的朋友 有时候未必 真的完全需要 解像度 可能真的需要 画质要漂亮 但是 它又很希望 这部机的性能 要很好 而这次D6 似乎 就给到它们了 另外 还有一件事 可能大家一向 都不太留意 但其实 我觉得 是挺重要的 尤其是 用在这部 没有EVF的机身上 它是有一个 320万点的 touch screen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就是 认真说 如果你说 用胎 无反去工作的朋友 很多都会知道 很多时候就是说 我拍某些照片 究竟它对焦准不准 或者 那些照片里面的细节 譬如像我这样 我拍结婚照 可能一大堆人 排排站 站在那里 拍照 拍完之后 其实我如果 纯粹透过 那些100万像素的 LCD 其实我是很难看到 究竟 里面的主角 对眼睛 有没有睁开 或者有没有睁开 很多时候 我就要特意 要用EVF 甚至乎 拍完相片之后 再特意安装到EVF 看看里面的细节 究竟是否为我需要 对焦准不准 之类 这些很重要的 但是D6 其实它自己没有EVF 但是 它就用了一个 320万像素的 触摸镜的时候 很多时候 用家就不需要 设计 照片的时候 再放大 来看看 究竟 是否有 因为解像力 够高的时候 基本上一看完 已经知道 究竟 焦准备是否 那些 这些很重要的 其实对于 专业的用家来说 其他方面 我相信都是一如所了 只要 譬如 AF 的点 可能未必有提升 这可能令 小部分人的朋友 失望 但是我又觉得 不需要失望 因为本来 已经是 多过你需要用的了 你用过你就明白了 太多对焦点的时候 你要选择对焦点 其实反而是很快的 最重要的始终 都是追焦快不快 这些 我相信 它都会 比起D5 是有改善的 它在里面 也有说过 有改善 对吧 最后要留意 它的资料 就是说明年 2月12日 就正式公布 即是说 会在明年的CP Plus 明年的CP Plus 即是在 2月底至3月头 日本的大型相机展 会亮相和大家见面 我自己 希望 收到钱去 如果大家真的 以为都想我 和大家报道 捐点钱 不是 不开玩笑 不过 我都希望到时 真的和大家见面 我亦都希望到时 我真的有能力 去到和大家 真是延长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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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深入的一些资料 我再和大家说一说